哎 这条乐高的德宝系列的小火车是我们28年买的 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 两岁刚刚拿出来玩 他好玩的地方在于这个底下有一个马达 是要在这边装电池的 一推就可以走 可以走的 我们当时是买了一套火车加一套桥梁 三套铁轨 所有铁轨可以全都拼在一起 就走了 因为孩子看不懂说明书嘛 所以他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这里面有这种装置 可以放在铁轨上面 车经过这些小棒棒的时候 他就有不同的指示动作 这个就是经过的时候要开灯 就把这五盒混在一起 就不用按照那个他的示意图去搭了 想搭成什么样的轨道 就可以搭成什么样的轨道 就搭完了 以前我们自己也搭乐高 就是按照说明书 然后把那个东西给搭起来 然后就摆在那了 直到跟孩子玩这个 我们才发现 原来孩子是这样玩的 无图待见对于成人的难度 其实有一点难度 在这也是玩乐高最大的乐趣